最近有关马依丽再度怀孕文章要当爸的消息是铺天盖地的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 对此小悠我作为八卦先锋的一员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事儿把酒不离时 因为最近文章导演编剧并与老婆马依丽一起主演的新戏小爸爸就要开播了 但是在各地宣传发布会上小悠我一直没见到马斯林的身影 听这话马斯林不能参加超负荷的工作 这不是孕妇残有的大鱼妈 虽然马依丽连连缺席新戏宣传发布会 而且之前就媒体拍到他身穿宽松衣服凸显欲象的照片 可作为老公的文章仍旧是首口如瓶 马依丽肚子你没有是吗 什么 肚子你没有 我终于 我终于 就是说你们两个C化要生二胎 有好事我一定告诉你 之前看到有没有就拍到那个司令会穿着宽松的那个余服装亮相 好像看起来是有余服在的 不能说宽松的衣服就代表他怀了 但是会能看出有余的并像 对 宽松的衣服不代表他就怎样 这件事情但凡要做 能不肯定是有问题 对吗 那你能够得到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 确确实实是不是怀孕了吗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好事没有 大家分享啊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好事 早时间 早时间下来 这不否定也不肯定的言语 让小悠我有些糊涂了 怀孕是好事啊 有什么不乐意说的呢 难不成是因为第二胎超生了 所以才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说吗 我必须证明 我们是说服 我们是说服 所以有这个政策的允许 政策的允许 有户学娱乐 小生孩子多种树 杭州报道